朕今夜已经翻了安长寨的牌子了 皇上您一直理证悟的是 六公嫔妃哪有一个不想皇上的 不过安长寨与晚贵人一直都交好 这安抚晚贵人的事 看来他也会体谅的 这样也好 朕也不希望晚贵人 因为他父亲的事郁郁寡欢 苏贝尚 奴才在 传旨 招晚贵人入养心殿事请 遮 哟 给复查贵人请安 给安长寨请安 苏公公 这回子您怎么来了 皇上有旨 萧柱您今晚不必失寝了 可是皇上今晚翻的是我的牌子 皇上翻的是您的牌子 可是刚才皇上又传了晚贵人去侍寝了 凤鸾穿人车已经接了晚贵人去了 这皇上胜意有变呀 也是寻常事 许是皇上体谅小主可及未遇 想让小主多休息几日再侍寝吧 多谢公公 那奴才先告退了 唉 看来是我高谷安长寨了 这回都没了 还下回呢 可惜了 打扮得如此娇艳 皇上连看都不看一眼 翻了牌子却懊悔了 不过呢 毕竟是好姐妹 你没得去就换晚贵人去 谁伺候皇上还不都是一样的 只是难为他 父亲才被贬官 皇上还肯想着他 这样的好本事 安妹妹 你必得好好学学呀 为什么 为什么一定要抢我的